分享天主圣言 常因生命之权 下面为大家分享 圣神的引导 请大家聆听 圣神将临瞻理读经二 攻读圣保路宗图之加拉达人书第五章16-25节 弟兄们 如果你们行事为人 随从圣神的引导 就绝不会去满足本性的私欲了 因为本性的私欲 反对圣神的引导 圣神的引导反对本性的私欲 二者互相敌对 这是你们不能做你们所愿意做的事 但是 如果你们随从圣神的引导 就不受法律的约束了 本性的私欲的作为 是显而易见的 就像淫乱 不节 放荡 崇拜偶像 实行写法 仇恨 斗争 嫉妒 愤怒 争吵 伯母 分档 渡恨 凶杀 醉酒 艳乐 以及与这些像类似的事 我从前劝接过你们 如今再说一次 做这种事的人 必定不能承受天主的果 来而圣神的果实是 冷爱 喜乐 平安 冷耐 良善 温和 忠信 柔和 节制 这些事 这些事 是没有什么法律禁止的 凡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 已经把肉体 同邪情私欲 都定在十字架上了 如果我们靠圣神而生活 就该随从圣神的引导而行事 天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主内的兄弟姐妹 保禄宗徒呢 告诉我们 应当怎么样去度一个基督徒的生活 那就是要随从圣神的引导 其实呢 耶稣来 就是为了拯救我们 让我们去听从天主的话 我们从创世纪 就可以看到 人 是怎么样 违背了天主的命令 而随从了自己的私欲 从外表看 我们圆斗父母的悲命呢 是魔鬼的诱惑 但是这里面呢 他却有人性的 自私 私欲在里面 本来作为亚当 阿瓦 天主安排他们在地堂里面 应该去好好的照管乐园 可是阿瓦呢 有时候好闲 不干活 天天 处在那里去看 知善恶术 这样就给魔鬼 带来了机会 魔鬼就骗他说 你要是吃了这个果子呢 就像天主一样 这样就使他的欲望 更增加了 觉得自己 从人能变成天主 这个时候 他一看那个树上的果子 又好看又好吃 这个时候 他还没有吃到那个果子呢 那么他怎么知道 这个果子好吃呢 可能是因为 他吃了其他树上的果实 那些果子呢 本来都不错 都挺好吃的 现在天主不让吃的这果子 肯定比那些更好吃 人就有这种思想 越不难做的 偏偏去做 于是呢 元祖父母就随从了 自己的私欲 而吃了 天主不允许吃的果实 然后我们也看到 人不断地 在自己的私欲引导之下 做一些违反 天主诫命的事 接着就出现了 家音 因着自己的愤怒 他杀害了自己的弟弟 他完全去不顾 古老之情 也不顾他的父母 会不会因此而受到伤害 他所想的完全都是自己 但因为人的自私 慢慢地远离了天主 人把自己当成了神 而忽略了天主 就那我们中国人来说 现在自私几乎到了极点 有些人说 我们中国人信的神太多 其实越是 多神润 或是多种信仰 是一种无信仰 说是什么神都信 其实是什么都不信 而他信的就是他自己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当他去求某一个神 他所求的没有达到 他就会抛弃这个神 他会去找另外一个 最终呢 这些神 实际上就是他的一个助手而已 这完全是一种功利主义 利用神来贿赂神 既然是功利主义 那就是自私的 人本性就是自私的 我们翻开整个的圣经 就会发现人是那么自私 但是不自私的人 则是一人为天主所降伏 像劳多比亚 虽然他们也受了一些患难痛苦 但最终呢 还是得到了天主的祝福 好像路德 这一位贤惠的妇女 也得到了天主的降伏 在圣经上啊 这样的例子也比比皆是 那么自私的 这种例子呢 更多 人很容易随从自己的私欲偏情 以自我为中心 这种自我最终还是害了自己 为什么这样说 那从本性的角度来讲 从这个社会上角度的来讲 当一个人太自私的时候 他慢慢的就会 把别的脸都得罪了 因为他不去照顾别人的感受 不照顾别人的需要 他只想着自己 自然就会失去朋友 无论他有权有势 或者是无权无势 最终会被众人所抛弃 本身这个社会 它就是一个团体性的 我们不能说 我用不到你 俗话说 没有用不到的人 没有走不到的路 人本身就需要互补 互相帮助 一搜教训我们的就是 爱人 如己 去尊重别人 这本身就是人需要一个互助 所以说自私老在这个社会上 是没有办法站住脚的 那从信仰的角度来讲 自私没有办法让一个人升华 一个人如果想升华 或者是胜化 提高自己的本质 也就是我们说一个人的素质 这就需要 要有爱心 自私是不行的 我们现在很多人就牵责那些自私的人 很明显的就是 把座 在飞机上 在这个高铁上 把座的现象 这种事情我们看过多气 还有老人扶不起 本来是人家好好的帮了你了 你最后还要倒打一耙 这种情况都是来自人的私欲偏情 都是自私 在过去呢 我们把这个 在药理问答上讲有三仇 三仇呢 是魔鬼 世俗和漏神 其实漏神呢 本身并不是三仇 而是漏神的私欲 就是人的私欲偏情 才是我们的仇敌 我们 有的时候会说 各种动物厉害 或者是其他人厉害 其实最难战胜的就是人自己 难战胜的是什么呢 就是人的这种私欲偏情 而耶稣基督为了使人能够战胜私欲偏情 他甘愿 设弃自己的生命 也是为了让人去跟随他 但是人的本性又软弱 于是天主就派遣圣神 来兼顾人的信仰 让人好好的 能够跟随耶稣的道路 所以保禄宗徒呢 就告诉我们 我们应当随从圣神的引导 凡是善的事情 我们都应该去做 恶的呢 就不要去管他了 那么这些善的事情 就是来自上神的引导 而那些恶的事情 肯定是来自人的本性私欲 按照保禄宗徒所描写的 人的本性的私欲呢 它是包括 隐软不解放荡拜偶像 实行邪法 仇恨 斗争 嫉妒 愤怒 争吵 伯母 分档 度恨 凶杀 醉酒 厌热 以及与这些像类似的事 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 出现了类似的事 做了这样的行为 那肯定不是来自天主 虽然有些人 打着信仰的旗号 但是呢 却出现了分裂 伯母 争吵 那这些都是来自人的 自私 而不是来自圣神 或者说 有些人把自己 借着圣神的名义 把自己凑得高高的 为我独尊 自高自大 这也不是来自圣神 那来自圣神的行为是什么 保禄宗徒告诉我们 那就是冷爱 喜乐 平安 冷耐 良善 温和 忠信 柔和 皆知 比如说一个人 他不会去爱人 没有冷爱在他心中 老是给人吵架 那他的行为肯定不是来自上神 一个人经常哭脏着脸去生活 这也不符合圣经 没有忍耐 动不动 发火 那也是随从了私欲 而且呢 我们做人要良善 戴灵要温和 而且还要信实 与人打交道 要诚信 还要有节制 这些行为 都相反我们的私欲 但这才是真正的 是圣神的果实 我们作为基督徒 就应该随从圣神的引导 因为 只有随从圣神的引导 我们才可以 获得永生 因为他是真理之神 真理可以是我们 获得永恒的生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